状况相当多 所谓状况多 除了要来借题邱毅然之外 那么另一方面 还有面对的 就是一连串的话题 要怎么来解决 首先是内部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特征组的发言人 在这当中 陈云南呢 又要再度带着朱朝亮跟吴文中 向检察总长来报告 这个报告内容就是说 他们两个怎么会跟陈水扁 如此的牵扯不清 而当中的这个张姓女子 又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知道呢 陈云南被媒体拍到 手上拿着一份朱朝亮的答辩书 根据了解呢 朱朝亮坦承 他认识张伟晶 而且曾经以他 为办案的咨询对象 但是呢 朱朝亮否认 跟陈水扁有特殊交情 强调陈水扁是被告 才有私下来求见检察官的动机 而且说呢 准备案子 陈水扁企图用交情跟金钱 来影响扁案的侦办 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当他在答辩书当中 自己列了三种可能性 大家就觉得看得一头雾水了 他说呢 事实上可能之一 是他用张伟晶跟吴文中的 这个简讯传给陈水扁 或陈水扁用他们两个简讯传给他 或者他们两个 天啊 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答辩书 我们仔细来看清楚 陈云南带着朱朝亮 与吴文中坐公务车 前往最高检察署项 检察总长陈聪明报告 陈云南手上拿的 这是朱朝亮 对于与陈水扁私下 接触事件的答辩书 答辩书内 朱朝亮承认 在日会法师道场认识张伟晶 虽然不到一年 但是因为张伟晶与吴文中 是好友兼同门师兄妹 所以在扁案侦办过程 曾以他为咨询对象 这份告白等于是坦诚 办案过程确实如外界传言 曾以张伟晶当作打探 扁家讯息的棋子 朱朝亮还自列整起事件的 三种可能性 接着用删去法分析 他整理张伟晶与曾经元的说法 这两人一口同声指控 是朱朝亮主动要求他们 去找陈水扁 但朱朝亮自己的解释 则是被动在张伟晶与曾经元 第二度传递讯息后 才回复请陈水扁 低调应对案件 并劝扁多从事公益 由于双方都辨称 自己是被动接受传递讯息的 因此朱朝亮认为第三种假设 张伟晶等人主动穿针 引线的可能性不高 朱朝亮在杂便书中 直指事实真相 应该是陈水扁主动 以交情与金钱请托 张伟晶与曾经元居中穿线 因为陈水扁身为被告 才有求见检察官的动机与需求 而朱朝亮自己与陈水扁 没有至于交往 大可正常相见 何况实际大案不容出错 朱朝亮自认 没有私下求见陈水扁的动机 朱朝亮认为 张伟晶与扁家深交多年 尤其是陈水扁 曾帮助张伟晶 送小孩到夏威夷读书 让张伟晶心存感激 因此朱朝亮更相信 张伟晶是受陈水扁请托带传讯息 朱朝亮的这一份自我答辩书 能不能够说服最高检察署 在调查报告出入后 就可以现分享 这期新闻蔡宗讯 戴秋荣容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